近日一名网友PO文询问,质疑现在身上有明显刺青的可以当保全,为了此言论引发大批网友留言抨击图鞋自报废公社,分享在以往的观念里,刺青很容易被贴上不友善的标签,但随着时代观念的开放,赋予刺青更多面向的意义,甚至成为了一门艺术。 近日一名网友PO文询问,质疑现在身上有明显刺青的可以当保全,为了此言论引发大批网友留言抨击,嘲讽原PO根本就是天才小调手,认为他这种歧视心态非常不妥,摆明欠人嘛。 一名网友在报废公社张贴一张照片,只见画面里几乎都被打上马赛克,但仍可看见有一人穿着蓝色制服坐在书桌前,而整张照片最清晰可见的是此人的手臂刺青,手腕还带有黑色佛珠。 发文者还写道原来现在身上有明显刺青的可以当保全,我记得之前好像都不行,不想该文曝光之后,印发许多网友留言炮轰,表示刺青爱到你吗? 刺青当保全才真正有威胁力你懂?三宝都能开车了,有什么不行的?刺青就代表做过坏事吗? 你很有事,比起很多白白净净,但一肚子坏水的衣冠禽兽,至少人家坦白,我身上也很多刺青,我在银行工作,人家看的是你的工作态度,捍为人处事,你哪个年代的人啊? 快回清朝吧! 除了认为原PO只是为了上网调留言欠骂之外,人有网友认真回应道保全业的确有不成文规定,不要有明显刺青啦,不过今天一个人的好坏不是有有没有刺青来判断吧? 雇主没意见的话,保全刺青刺全身也没关系呗,没有硬性规定,要看社区,我记得以前有些比较严的保全公司好像真的不行,但不是全部都是 另外,警察人员考试则有明文规定刺青人是不可报考,先前也有网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平台提出警察及老师因为刺青则不能考取之议题,难合最后却已有关报考公职相关事宜属考试院选择,因此本案不进入副议委,理由简合不通过